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探寻军事科技奥秘 纵览世界军事风云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军事科技 说到无人机 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近年来 中国自主研制的无人机得到了长足发展 不仅在国际航展上展出了一批查打一体新型无人机 而且在民用领域同样取得了新的发展 新的突破 由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自主研发的彩虹系列无人机 就在今天迎来了他18岁的生日 那么在这18年间 彩虹无人机到底走过了一条 怎样不同寻常的发展之路呢 2018年4月2日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在北京召开2018东海之边 驻彩虹记者会 会上彩虹无人机总师石文 介绍彩虹系列无人机的发展历程 其中有一款神秘机型备受关注 它就是彩虹家族中的最新型号无人机 彩虹X将为彩虹家族再添一名重量级的成员 都说不经历风雨 怎能见彩虹 自从2000年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进军无人机这一新型飞行器领域开始 相继研制了以彩虹命名的多种类型无人机 时至今日 彩虹系列无人机历经18年的风风雨雨 已经日渐完善配套 并在许多军用和民用领域大显身手 在珠海航展 阿布扎比防务展和巴西防务展上 彩虹无人机都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关注 从2000年开始 经过18年的发展 也经过了许多的艰难挫折 那么我们已经发展成了彩虹无人机的家族 目前已经拥有了超进城 进城 中城 中高空 长航石 以及目前正在发展的远程高速 以及碳难无人机等等 形成了世界上最完整的无人机型部系列 应该说我们这么多年从零开始 从无到有 创造了海红的品牌 在多个国家 在实战中得到了大量的应用 在民用方面我们也分别在恒物炭 海洋应用 在森林防火 测绘等等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让我们把时光推移到2000年 成立之初的研发团队仅仅只有几名成员 通过对市场的充分调研 了解到社会各界 对高速无人机也有着比较迫切的需求 于是开始探讨无人机研究领域的关键技术 论证无人机项目的可行性 经过多次协商讨论 最终决定开始研制中国自己的旁天无人机 但在当时来说 研制无人机几乎没有任何经验 当时我们的团队只有七八个人 而且是从咱们研究所里面抽调的一些相对工作不忙的 一些我们拼凑的一个队伍 那么我们从一个国内一个项目的论证开始 那么我们最难的时候就淡计两绝了 我们就这个团队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一切都是白手起家 几个人的团队经过不懈努力 所引致的无人机很快问世了 采用火箭助推方式起飞 虽然载荷重量和巡航高度受到一定的限制 但这是中国旁天无人机迈出的第一步 我们在2003年拿到了第一个订单 这个订单也是中国无人机历史上第一个出货订单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合同 也是我们采红无人机的起始的原点 历经多年努力 凭借着自主创新的精神 能够自主起降的无人机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就在此时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所研制的无人机 才有了它自己的名字 彩虹 2004年7月我们在交付产品之前进行了我们产品验证机的首次完全自主飞行实验 那天飞行前下起了暴雨 雨后天边挂起了一门彩虹 非常漂亮 在这时候我们的无人机实现了首飞 最后成功的着陆 因为这个缘故 后来我们的李峰院长命名我们的无人机就叫彩虹 对于彩虹人来说 前期的技术人员不足 经验不足 以及办公条件艰苦 到租借厂房 甚至是在研发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 此时已经显得微不足道 大家看到的是彩虹更美好的明天 在彩虹系列无人机中 知名度最高的当属彩虹5莫属 彩虹无人机在2016年中国国际航展上 首次亮相后一直备受外界的关注 那么近日量产型的彩虹无人机 经验亮相河北某机场 经过近一个月时间的连条连试 完成了多次滑跑 并针对现场多变的气候条件 和周边复杂的山区地貌 制定了详尽的飞行航机机议案 最终量产型彩虹无人机首飞取得了圆满成功 那么彩虹无人机到底是一款 什么样的无人机呢 中国国产先进无人机的代表 彩虹5无人机 在2016年中国国际航展上首次亮相 彩虹5无人机系统 是一种多用途无人机作战平台 属于大型中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系统 彩虹5无人机的出现 使中国彩虹系列无人机家族更加完善 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无人机体系 彩虹5无人机在军事方面呢 它可以携带多种武器 实现对地的计时查打 在民用方面呢 它也可以开拓出很多种的用途 可以用于高性能的航空物碳 可以用于海洋的监视 用于对地的各种各样的观测活动 彩虹5的驿站达21米 最大起飞重量达3300千克 实用声线7200米 拥有1.2吨的巨大载荷能力 可以挂载多型导弹 对地面目标进行实时打击 被外界称为重型狙击手 除此之外 彩虹5采用航空汽油活塞发动机 制空时间为40小时 在机器下面这个六个挂点里面 同时挂的超过12枚的 50公斤的制导武器 那么机身内部呢 我们可以装不仅装这种 咱们光学的侦察设备 成像雷达 搜索雷达 通信侦察 雷达侦察 都可以在同样一个飞机上进行集成 我们可以实现一击多型 一型多用 一站多击等等这一系列化的功能 那么它的航时呢 超过35个小时 那么有时候我这个整个飞机的 这个作战的跑面 相对于过去的彩斯 有一个较大的提升 除了挂载能力提升外 彩虹5所配备的AR-2导弹 较以往所配备的AR-1导弹的 打击能力也有了显著的提升 AR-2导弹重量仅为20公斤 战斗部5公斤 最大射程8000米 最大速度735千米每小时 它可以有效攻击人员 装甲车辆 建筑物和堡垒等目标 咱们以彩虹5挂载 AR-1导弹为例 也就是八发左右 但是呢 如果挂载AR-2的话 它就可以挂到两倍以上的数量 那么对于我们需要打击 多目标的时候 AR-2就有更大的潜力 和更广泛的使用范围 除此之外 彩虹5无人机 可以同时搭载多功能对海雷达 光电侦察载荷 船舶识别系统 武器档 执行边海防巡逻 和相关海域的几十小时的巡逻 监视和威慑 维护海洋利益 2018年4月28日 彩虹无人机迎来了18岁生日 历经18年的艰苦奋斗 彩虹无人机已形成一个 种类繁多 行谱齐全的大家族 那么彩虹无人机的发展 走过了怎样 不同寻常的发展道路 彩虹家族中 都有哪些成员 未来彩虹还会有哪些发展 军事科技 带您走进彩虹家族 一览他们的别样风采 在彩虹家族中 除了大名鼎鼎的彩虹5之外 其他的无人机也是种类繁多 从各种形式的侦察监视 攻击到民用航空物碳领域 再到太阳能无人机 都可以说是国产无人机中的佼佼者 那么在这些无人机之中 彩虹3 彩虹4 可以说是应用范围最广 技术作为成熟的无人机 那么彩虹3 彩虹4 到底是什么样的无人机 彩虹太阳能无人机 又具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彩虹3 驿站8米 最大起飞重量达650千克 赛赫重量超过180千克 最大飞行速度260千米为小时 作战半径为200千米 是目前国内较为先进的 一型对地攻击的无人机系统 彩虹5无人机呢 它具有流空时间比较长 飞行速比较快的优点 飞到过6800米的高度 它是第一个具有侦察打击能力的 它可以挂两发A2A导弹 彩虹3这个无人机的级别上来讲 应该说是相当的优秀的 彩虹3无人机呢 最大的一个民用量点 就是航空误碳 航空误碳是一种以飞行器为平台 通过装载勘探设备 进行高效资源勘察的重要方法 尤其在地质找矿方面 全球80%的铁矿都是利用 航空误碳的勘察方法发现的 尤其是一些人际罕至的荒山深谷 有人机长时间在这种地形上飞行 会面临非常复杂多变的环境 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彩虹3无人机完成了一次次 艰巨的任务 过去的五年以来呢 我们在这个全国进行了广泛的应用 包括在这个东北地区 尤其是在新疆地区 我们连续作业已经超过了十多万测线公里 那么累计的飞行时间呢 是数百个小时 我们去年在赞比亚 进行了大范围的作业 去年我们全年的飞行是九万测线公里 那么今年我们又在利比利亚 开展这个航空误碳的任务 一根来讲 彩虹3无人机误碳这套系统 能够使无人机再进入 咱们这个民用的应用领域 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彩虹4驿站达18米 最大起飞重量达1330千克 载荷重量超过345千克 巡航高度3000到5000米 最大飞行速度235千米每小时 巡航速度150到180千米每小时 彩虹4无人机 是目前国内同级别无人机系统中 挂载能力最强 飞行性能最优的无人机系统 是在彩虹3无人机基础上 新研发的一种无人驾驶飞行器 彩虹4无人机最远航程 能达到3500公里 巡航时间可达40小时 其间无需加油 彩虹4是第一型 能够在5000米的高度 实现对地实施查打的 微的一型无人机 一个是我们的飞机 飞行性能比较好 第二个是我们自己 研制了AR-1导弹 这个导弹呢 可以从5000米的相对高度上 对地实验打击 彩虹4除了拥有其强大的军事用途外 更是在海洋雾探方面大显身手 我们都知道地球70%的面积都是海洋 海洋的资源十分丰富 在海洋上进行雾探工作 不仅需要飞机具有良好的飞行性能 同时对它的搭载能力 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海事管理 在印尼通信等等方面 都做了很多的飞行实验和演示的工作 同时呢 在森林防火方面 我们也得到了初步的应用 彩虹4呢 现在呢 正在做新一代的民用应用研究 那么这里边呢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 利用它长航时大指动优势呢 我们也开发新型的航空物碳 彩虹4无人机 彩虹3 彩虹4 作为彩虹家族中的明星产品 经过多年的发展 在应用中得到了良好的口碑 创新是生存的原动力 今年彩虹3 彩虹4无人机 将完成改进型 以彩虹3为例 我们正在开发它的短距极降性 它能够提高一部分的载荷能力 同时呢 它的整个的环境适应性 尤其场地适应性 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就以前呢 我们需要六七百米长距离滑跑起飞 这样的话就大大的拓展了我们 无人机的可用性 那么彩虹4呢 也是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会发展高原型 我们还会发展像综合测绘性 传统的测绘性 主要是以相机为主 那么我们现在呢 会综合高清的相机 核心核心雷达 激光雷达 以及其他设备 我们会在传统的测试的基础上呢 实现快速度的传输 那么这对测绘行业来讲 都是一个巨大的革命性的建筑 2017年5月 西北某机场 一架外形奇特的飞行器 在机场跑道上缓缓滑出 随着声力的提高 长长的机翼快速滑过跑道边缘 平稳飞离跑道 逐步攀升到2万米的高空 这架飞行器就是彩虹太阳能无人机 随着彩虹太阳能无人机 续航数十小时后平稳降落 标志着彩虹家族中 又有一款高新无人机诞生 同时也填补了我国无人机 在临近空间领域的一项空白 碳栏无人机是以太阳能为动力源 它不携带燃料 所以说它理论上具有无限航式 我们的彩虹太阳无人机 飞行高度达到了2万米 意味着一个巨大的技术进步 我们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面 经过深的研究 先后在太阳能无人机的总体设计 在它的气动结构 动力能源的高效利用等等方面 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彩虹太阳能无人机核心关键技术和设备 已经全部实现国产化 从它的外形看 属于大型无人机 驿站大约45米 相当于25辆小轿车并列排放的宽度 飞行高度达到了2万米 相当于将48个天津电视塔叠放的总高 安装有8个发动机 机翼上方基本上全副覆盖了太阳能电池板 中国变成全球第三个掌握 全面地掌握太阳能无人机设计技术的一个国家 那么我们飞到2万米高空 实现了一个充放电循环的这么一个实验 也就是我们整个能源系统得到了一个验证 整个太阳能无人系统的能源系统得到一个 24小时这么一个验证之后 使得它具备了制空一周 制空一个月 制空三个月 甚至更长时间这样一个基本的能力 那么同时我们能源的 我们获取的能源 除了提供这个飞机本体之外 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能源提供给我们的载荷了 如今大家对无人机的用途还是比较熟悉的 民用无人机可以用于航拍 减灾防灾 电力巡逻等 军用无人机可以用于电子干扰 侦察监视 对地攻击等 那么对于临近空间 太阳能无人机有什么用途呢 我们可以把它作为4G 5G的一个空中基站 它可以组网 那么我们过去难以架设地面站的区域 像沿着赤道附近的丛林地带 沙漠地带 人也小地 但它需要通行 那么有几架太阳无人机 就可以解决大面积的 大区域的通行问题 此外呢 它由于飞得高 看得远 可以实行广域的对地观测 那么我们可以把相关的设备 装在太阳温机上 那么我们可以对地 对海洋 对河流 对山脉 等等实现 长时间不间断的信心收集 自2000年 成立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至今 已经走过18年 历经18年的艰苦奋斗 具备完全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 彩虹系列无人机 一以飞冲天 成为了中国制造中的经典之作 经过18年的发展 彩虹无人机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也成为了世界知名的品牌 未来呢 我们会继续前行 在不久的将来 彩虹X会飞上蓝天 会有更多的新型的彩虹无人机问世 我们相信彩虹无人机会有更大的进步 会在世界无人机市场拥有一席之地 会有更大的市场 会有更美好的明天 我们知道科技的进步 最终的目的是要服务于人类 只有找准应用市场 才有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彩虹系列无人机 瞄准社会各界的需求 提供了各种多功能的技术服务和产品 我们也相信 彩虹家族今后的发展之路 会越走越顺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军事资讯 欢迎登陆中国军事网 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央视军事科技 微信公众平台 观众朋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他们是入役裂编的活装备 他们是身负特种任务的特战兼兵 无论是灾后救济 守卫边疆 甚至战争前线 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那么他们究竟有哪些 显为人知的作战效能 如何在人力南极的危险环境 搜爆排险 又通过怎样的科学手段 训练而成 本期军事科技 带您前往他们工作的最前线 零距离直击 特战神犬的训练和成长